嗨 今以就以大家 各位好 今天呢我们接着讲春秋大义 那么我先把我对这个春秋时期 就是春秋和藏国分开两个时段 为什么分开呢 实际上它有一个这个有一个明显的这个交界 这个界限就是第一 在春秋时期的各诸侯国之间的这种战争 多半为了怎么说呢 就是说称霸 强国称霸 那个时期的这个春秋时期 诸侯国之间的这个战争 还没到那个战国时期那么酷略的程度 还没有发展到就是说灭国 然后呢 寻求吞并其他国家 然后寻求这个国家的独霸天下 寻求国家的再一次我们说的大一头 那么在春秋时期呢 它显著的一个特征呢 就是基本上是为了一些 比如说是诸侯国之间的一些利益 或者是这个荣义之间的争战 带有很强的那种义气之争 带有很强的这种为荣义而战的那种感觉 因此我们看到春秋时期的这些战况呢 都很像是这个西欧那些各小小帮国之间的 那些歧视之间的这个战争 都非常讲究战争之间的彼此的照顾到 彼此的荣誉彼此的这个尊严等等 基本上不会去考虑把一个国家把它灭掉 或者是为了争夺经济利益 不惜这个疑似往破等等的这样的战争 好像都还限制在一种 你的那个范畴之内 我打你是因为你没有道理 你离去 当你打得你服输了 我也就退一步 让你不要拾其尊严等等这种情况 那么在春秋战 春秋时期的这种形 这种现状就非常普遍 那么到战国的时候呢 就各诸侯国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 为了这个国家的这个强大兴盛 并且去精灭别国 然后呢 力图统一其他诸侯国的 这个这个导向就很很明显 这个趋势发展的就非常明显 因此呢 到了战国时期 我们说战国祈求 春秋时期的诸侯国 有一百多个国家 到了战国时期 只剩了寥寥七国 就是这个原因 到了战国时候呢 就不是说是我跟你开个玩笑 我跟你怎么样 就会爆发战争 而是都是从利益角度来考虑这个战争的那个现状 那么这样说来了 我今天呢就给大家讲一个非常的这个有代表性的一个故事 这个事件 我们说这个比如说是当时的储庄王 春霸诸侯的储庄王 在他横行天下的时候呢 他已经是基本非常强大的精力 和这个打骗这个国中 好像是别的诸侯都没法抵达 那么在一次他去金法政国的那个途中 就途经了这个周天子所积的那个都城的这个外面 惊动了周天子 那么他帅兵进入了这个周天子的这个城郊的时候呢 周天子赶快派了一个这个他下面的一个他的一个上亲 出来就是说跟这个储庄王的彼此见面 然后呢把招呼离聘一下 如此而已就是你过我周近了 我出来招呼一下 当显见的当时的周天子已经是非常惊怕这些强大的诸侯 霸道的诸侯 那么储庄信头之上 他经过了这个周天子的这个城郊的时候 就开了个玩笑就问那个周天子太难那个使节 就说听说周晚时的有大义治水的时候 容天下同气做了九鼎 那个九鼎不知道有多多重有多轻多重是否能让我看看等等 他这个意思呢是表达了一个潜在的一个意思 就是说我有窥视整个天下的这种意思 因为这个顶代表了这个一个挣钱执政的一个合法性 有了这个有了这个顶呢意思是就是这个王朝呢就是天命所归天命所在 所以这个顶呢是一种挣钱的象征 他拿这个来说事 这个储庄完拿这个来说事呢 无疑就是提出了一个 这个好像他有这个要跟周天子争夺天下的那种意味 因此呢这个典故呢从这个时候衍生出来的 现在我们说的说的定顶中年啊等等啊 问顶啊这些这些成语的都是来自于这个故事 那么这个就是储庄完的势力发生到了 发展到了他的巅峰时期 那么回去之后没过多久呢 庄完就弃势 弃势了 弃势以后 弃势以后呢这个天下诸侯的时期 当时主要的那个争霸的状况呢就是 靖楚之间的争霸 那个时期的秦国呢还算不上非常强大 因此呢这个天下的其他的一些小诸侯呢 基本上在春秋的中期呢都是围绕在这个 楚国和靖国之间 一下子倒向靖国 一下子倒向楚国 楚国失大 楚国来打 那么就全部投靠楚国 然后靖国又来了 那么又投靠靖国 就这样像一个垃圾战一样的这个状态 那么装完一死的 靖国那边呢就有些议论了 靖国的精神在开朝会的时候 叫这个靖国的那个中军元帅叫雀克 雀克就跟这个靖景公 当时是就跟靖景公散咒说 以前一段时间专完兴盛的时候 他去打这个国打那个国 我们这个靖国的这个霸业呢就衰落掉了 我们靖国就在处在了 专完得势的时候 我们处在夏丰 现在的专完死掉 我们应该重新 整顿我们的这个外交策略 然后跟这个楚国来 以征天下 跟楚国来抢夺这些诸侯 那么原来你看 他去专完去打齐国 我们也没去救 现在的我们最好的是 显派使者 去一个国一个国 跟他们联络 跟他们联合起来 对抗楚国 然后呢 我们靖国的就可以成为这个博主 大师说的这个称博 我们就可以成为诸侯的这个霸主 可以联络诸侯 那么靖靖国一听呢 很有道理 说对对对 我们现在是时候 那么我们应该去 开展外交 就是把那些诸侯国 都笼络到我们周围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派了这个雀克 作为使者 去 首先去鲁国 去跟鲁国修好 然后呢 再经过鲁国和齐国呢 都是我们说的 齐鲁大地是连在一块 就是现在的山东 江苏的苏百一带 那一带地方 所以呢 都在 都在那一块上 那么就先 去鲁国 跟鲁国 修好之后呢 卓克就 就 从鲁国到齐国去 跟齐国去修平 这个 到了鲁国 然后 双方外交礼仪过了之后 谈判完成之后呢 卓克就讲 要到齐国去 这个时候呢 鲁国的国经呢 也说 我们鲁国也 该去 不好 然后呢 再经过 鲁国和齐国呢 都是我们说的 齐鲁 齐鲁大地是连在一块 就是现在的 山东 江苏的苏百一带 那一带 地方 所以呢 都在 都在那一块上 那么就先 去鲁国 跟鲁国 修好之后呢 卓克就 就 就 从鲁国到齐国去 跟齐国去修平 这个 到了鲁国 然后外 双方外交礼仪过了之后 谈判完成之后呢 卓克呢 就讲 要到齐国去 这个时候呢 鲁国的 国经呢 也说 我们鲁国也 该去 反问一下 这个齐国 也派了使者 就跟着这个 跟着这个 卓克一块去 那么两个就一同到齐国去 这个使者呢 叫 继孙 根夫 这个 这个使者呢 跟着卓克去 那么到了 刚到了齐国 边界的 又同时来了 魏国的这个 魏国的这个 这个使者和 朝国的使者 那么就变成了 四个国的使者 四国使者 刚好到 在齐国 国界 互相见到嘛 就 都是为了去 去出使这个齐国 那么大家就 约齐了以后呢 一同呢 就 就 进到齐国的都城 到了齐国的都城之后呢 就 齐国国经厅 四国的这个使者来了 就 吩咐那接待人员 把他们安到 安置到这个 礼社 去 住下来 那么住下来 第二天上朝的时候 呃 四个 四国的这个 这个 使者呢 就上到这个 齐国 宫殿里边来 呃 投帝国书 然后 表示修聘之意 就开始来 呃 按外交礼仪来 做这些活动 那么这个齐国的国经 在呃 这个 接见了四国 四国使臣之后呢 回 然后呢 外交礼仪过了以后呢 回到后宫呢 就忍不住在后宫 就笑 然后呢 他的 他有个母亲 就是齐国 呃 齐国的国经的母亲呢 叫萧金 萧夫人 这个萧夫人呢 是 等于是 是 呃 齐国 现在国经的 这个 母亲了吧 然后呢 但是这个齐国 国经叫齐寝宫 齐寝宫呢 对他的母亲呢 非常孝顺 然后呢 萧夫人呢 因为 呃 一直 很年轻的时候 就失去了丈夫 那么他 这个 所以的 呃 齐国的 这个齐寝宫呢 对他的 这个 母亲呢 非常孝顺 然后呢 反属于 他在外边 在市面上 或者在上朝的时候 觉得有什么好笑的 有气的事情 他回来之后呢 都会跟萧夫人讲 一博得母亲一笑 那么这次 回来之后呢 他就 在那里 忍不住 在那里笑 那么 萧夫人就问 就问说 哎 你今天 发生什么好笑的 那么高兴的事 我看你 一回到后宫 就这样 忍不住 忍不住 在这里笑 什么意思 然后这个 齐寝宫就讲了 说 你说这个天下 是有那么怪的 有些这个 人之间的这个 残切 切胳膊 扫腿 这个 这个四呢 倒是残切 但是有这个 一同 约其上朝 全部残切的 这种四 我看 还是古今少有 今天来的四国史臣 每个人都带着残吉 你说 母亲你说好笑吗 他母亲问 那么四国史臣 他们什么残吉呢 怎么会那么兜里修 那么这个 呃 齐寝宫呢 就说 这个 你看 晋国的这个 雀克史臣 是切的一只眼睛 是个 是个 也就是说 瞎子 然后呢 这个 鲁国的史臣呢 是个 白子 然后呢 这个 好 感谢各位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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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